从国道监视器前面飘过的那个小黑点不是机车吧 换个方向看还真的是两轮的 后方还有两辆警车一前一后保护它 机车有时骑进最内侧 又换到了中间又骑到了外侧 在国道上狂飙 这辆150cc的白牌机车 疑似从国道1号桃园中立交流道上了国道 又转又往国道3号 直到新竹香山交流道 他终于骑下去 却在转弯时疑似车速太快 自撞了安全岛 人与车都喷飞倒地 20岁男子是越南籍 机车违规骑上国道还疑似飙车 警方依照多项违规事项开出了多张罚单 这名男子身上没有有效证件 也报不出具体的姓名 机车也是跟越南同乡借来的 警方将男子带往移民署专情队 透过指纹比对身份 在调查为何骑上国道追究相关责任 民事新闻秋军昌苗栗报道